我除了是一個歌手以外 其實我也是一個甜品達人 怎麼講呢 因為我最近呢 就一直在弄甜品方面 有研究一下 那我昨天就剛剛又上傳了一條新的影片 就是我在學習弄那個蛋糖 對 那我覺得太好吃了 好吃到我不敢相信 那所以我就決定要把這個 那麼難忘那麼歷史性的一顆 就跟大家分享 那所以如果你們喜歡吃甜品 或者是喜歡看我的一些歌唱以外方面的一些影片的話呢 你就可以上我的頻道就可以看得到 下一次其實我已經也拍好了 那它也是一個甜品 但是這個甜品呢 在外觀方面呢 是有一點特別的 我覺得你們肯定不會很容易在街上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我覺得這條片呢 也可以展示到我的能力的提升 我頗不期待要讓大家看到 但是不要急 你們先看我剛剛發的那個蛋糖的片 很快你們就可以看得到我下一條片 我弄完之後呢 我當然我自己首先有吃 吃完之後我就不想給任何人吃了 因為真的是太好吃了 但是我也是一個就是媽媽從小教我一定要分享 Sharing is caring 跟對 那所以我就把這些那麼好吃的蛋糖就分享 給我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呢 或者是在現場的一些其他在學習的一些學員呢 他們吃完之後都在問我 你為什麼不當甜品師傅 沒辦法 我最喜歡的還是唱歌